寶翔 這個兒子也不知道在不在家 在我女兒家就住了兩個多月了 也不能放在女兒家住了呀 誰呀誰呀 寶翔 我說你怎麼來了 寶翔 你看 我都在你妹妹家住了兩個多月了 你說 媽也不能老是在她家住著呀 媽想著 在你家住兩天 媽 你說你住我妹妹的多好啊 你小時候最疼她了 現在也是跟她進校的時候了 你呀就在那間住著 寶翔 我都說過了 在她家住的時間不短了 媽 你就讓媽住你家兩天行不 行了 你一個農村老太太身上全是土 你說你去我們家把我們家弄的到處都是土 你讓我怎麼辦 媽 你呀還是別坐我家了 要不 你要不這樣吧 你呀 就住我二天了 她呀 她沒事了 讓她照顧你了 寶翔 我說 媽 你要你那麼大 來你家兩天 你能嫌我早 小的時候 我做什麼你也吃了 你也沒錢吃 行 我去你兒子家 不在這兒了 還得著孩子 你說 我已經大半年紀了 什麼都幹不了 還拖累我 我想著你有什麼用 这也不知道 儿子在家不在 他要是像保姜那样 我都没地方去了 试试吧 小语 妈你怎么呀 小语啊 我在你姐家 都住了两个多月了 我想换换地方 住你家几天行吗 不行 哎呀我说妈 你在我姐家住这趟时间 去我大哥家住 你为什么来我家呢 你看我这连个对象都没有 有时候 有个小姑娘回来 你在这也不方便呀 小语啊 不瞒你说 你大哥呢 我已经去过了 他说他家也不方便 我想着 妈小时候最疼你了 你肯定让我住下来 谁知道 妈来到 你怎么 比你大哥说的还难听呢 你说让妈去哪呀 疼我 疼我怎么 疼我不是应该的吗 谁让我是家里边老小的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你看我到哥家 也不让你住 我这样你也住不了 要不这样吧 咱老家不是还有一个老房子吗 你回去出去吧 妈 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对不对 前有前就去过去了 行吗 你赶紧走马上走吧 别再敲我家门了 哎呀 他说我怎么两样 这两个不孝子 你每日都不让我进 我去哪儿呀 之后回老家 这我妈说想我大哥了 就来为大哥家住一面 我这样过来看看 大哥 咱妈呢 咱妈 咱妈去欧迪家了呀 没在我这 什么 二弟家 这咱妈 她说她想你了 来你家住的呀 怎么又去二弟家啊 咱妈呀 想二弟了 非要过去看看 我拦都拦不住 你呀 还是去欧迪家 去看看吧 那行吧 回去看看 你说 妈你不在 都回来找我 看没二弟 二弟 咱妈呢 怎么 怎么 这 这是我哥家吧 小语 这我刚去了你大哥家 他说在你这 咱妈到底在哪呀 怎么可能在我这 咱妈一直都没来过我家 哎 他不是在你家住着的吗 为什么 你来我家来找咱妈呀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大哥 说咱妈在你这 你说 咱妈的大哥是 咱妈到底去哪啊 快走 跟我一起去 大家看看 赶紧去找妈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你快点走吧 妈都不见了 不是你这 慢点 你好 大哥 这 二弟家 妈也不在他家 你说这妈去哪了 妈去哪了 二弟姐 我不说让妈去你那吧 你爸妈都哪了 不是 哥 你怎么还问我呀 我从来都没见过妈 妈都没聚过我那 你还 还妈上我那去了 你见谁呢你 明明 问我姐 她不是一直在我姐家住着忙吗 是啊 妹妹 这妈可是最喜欢你了 行了 都别说了 这妈 来投广里面 一个个的 是不是你们 不接待妈 把妈给去走了 你们两个可真行 现在 哎 走吗 有走对了怎么办 快走 这都回来好长时间了 我女儿啊也不知道我的去向 哎 也该想我了 快点 那不是妈吗 妈 妈 主主 妈 你 你怎么在捡垃圾啊 你 你不是说去大哥家住了吗 他们两个 都把我赶出来了 不让我去 我只好回老家 捡破了 妈 你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一个多月 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妈 我不是让你去我弟弟家吗 你怎么回农村老家了 哥 你说什么呢 他从我姐家刚回来 肯定先住你家 你当哥的 去我家 不是说好了吗 咱们商量好的 先去你家 我不管 我跟你说 你这哥必须去你家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好啊 好啊 你们两个 到现在还不知道回改呢 妈一个人 在老家 这老房子 住了一个多月 你看看 咱这房子都已经不能要了 都已经漏风 漏雨 你们两个还不知道回改 妈 你还说你想你儿子了 你想他们干嘛呀 他们一个一个的 都不收留你 谁知道 咱们两个 变得怎么那么不孝着呀 心里面 没有妈 没有良心的呗 大哥 你怎么现在 跟二弟一样 变得这么不懂事了 咱妈 在我家住得好好的 偏偏天天挂见你们 一心想着去看你们 去帮你们 做做家务 谁知道 你们两个 居然连家门都不让他进 咱妈这么大年龄了 爸走得早 爸咱们养大 容易吗 你们两个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当初你没结婚的时候 妈可是 花尽了咱家所有的机器员 又在外面借了那么多钱 二弟 二弟 咱妈小时候 可是最疼你呀 因为你是老小 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都给你 上学的时候 我们学习资料都没钱买 却给你买零食吃 你的良心去哪了 还有你 大哥 你可是咱家的老大 咱爸不在 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你是怎么做的 你就是这样 给我们做榜样的吗 你是老大 你是老大 咱妈 最想的就是你 在我家住着 还要去你家 说要帮你 看小孩 一切都是为了你着想 你呢 你不是让妈进门 这几个意思 她能妨碍你吗 我告诉你 她不是去 雷俊你的 我告诉你 咱妈 不是去你家 白吃白喝的 她是想着 照顾你们 给你带孩子 让你们两个人 好好上班 有自己的时间 妈 行了 以后啊 这两个儿子 你就别挂念了 安心在我家住着 以后啊 跟他们都没关系了 走妈 我带你回家 妈 妈 我们知道错了 妈 妈 妈 你说你们两个 妈 一把屎一把尿 爸 你们拉着大容易吗 这妈老了 去你们家 你们门都不让进 你说你们的良心呢 真是个畜生啊 让妈 真是伤心啊 妈 看见你们两个这样 我都不养活了 我都不养活了 妈 是我的错 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没有担负你这个担子 我还教弟弟 把弟弟教成这样子 妈 我错了 我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个家 妈 我也知道错了 我 我不应该把你赶出去 这样妈 你以后 你就在我家住着 正好 我没对象 什么都没有呢 家里边一个人 也挺空荡的 要不妈 你过去 你们现在知道后悔了 晚了 这个妈 我还是要带走 主主啊 他两个 都知道认错了 我看 还是不去你家了 还是跟着你大哥 一二弟吧 妈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偏袒他们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告诉你们两个 这次妈 去你们家 如果你们再 对他不好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把你们 告上法庭 行了 妹妹 你什么也别说了 这事啊 是哥的错 妈 以后呀 你就住我家 如果他们要是想你了 就去我家看你 行 不好意思 这还差不多 走 走嘛